咱们通用涂料化线机啊 然后调好油漆之后就要建立红吸 用稳动注射器 先用润滑油 把注射器的这个黑色注塞部分 要润滑一下 不然的话它会比较色 拔不出来 那么先进行润滑 每次用之前都要进行润滑的 润滑之后 那么咱们需要进行抽吸油漆 先抽吸一管 满满一管油漆 然后从咱们这个滚头上段 滚到尾部 然后对准 这时候打开发霉 然后全部注射进去 关掉发门 然后再来一次 同样的步骤 再来一管 要满满两管 才能把整个管路充满油漆 这样的话 红吸才能建立起来 弄的步骤 对准尾部 然后打开发门 注射进去 这样的话 整个管路充满油漆 红吸就建立起来了 这个原理其实跟从油箱里面抽油 几乎是一样的原理 这样的话就具备使用状态 化线的时候打开发门 油漆利用红吸原理自动留下来 间距5015公分 可以选择通用市场 油漆土料 化缘半径7米以内 非常精准 咱们使用成本非常低 大家觉得